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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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点掉了之后大家再细看 这个位置可以长牙 这位置可以长牙 这位置可以长牙 这都可以长牙 像这边长牙就会向这边来 这边越长越大 逐渐它这一肌部这个月极的组织 就会把这个干枯的这一部分包裹起来 然后这边就顶端就都变成月极的组织 全部剪掉 从这里 全部剪掉 这个从这里剪掉 大家觉得是不是变态啊 你剪成这个样子 我这颗花明年春天不要看了 其实像这样的 因为到这个季节 像这么大一颗月极 它的根系相当庞大 明年春天随随便便搓两个一条 它书关就立马就出来了 大家完全不要担心 因为就相当于你强剪的月极花嘛 给它扶撞了 这样你扶撞 它长得越快才有利于它这些组织 把这个蔷薇的这个杆子 这个顶端包裹起来 使它这边原本没有芽点的地方 使它这个组织过来 眼睛芽带过来 这样的话就长出来 通行就完美了 然后我们大家可以看 这边有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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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芽明年春天都会猛发 然后你等到明年春天它这些捕出来一些 很多很多隐形的芽点捕出来的时候 我们再根据它的方向 把朝这一侧的 本身这一侧长得就快 这一侧的大芽把它掰掉 尽可能让它抄 没有芽点的这一侧长出来的 保留 因为这边长得越壮 它组织 它这些组织就会越往这边来扩散 扩散的越多 我们这边的住室就会越好 因为冬间就是一个造型的地区 当你的树月季被台风折断 或者是人为花断 或者是说你是DIY的 嫁接的 某一个点煤火出现了缺少 出现了这种空位的时候 都可以通过冬季这样的一个操作 来做一个弥补 因为这一种操作方式只限于冬季 好了 今天这个情况 我们就等到这里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关注 我们下次再来试语